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π1π2一直到πn-m 是由x1x2直到xn所组成的无量钢量 也就是原来的一个有量钢方程 它有n个物理量 现在的新的无量钢方程 它有n-m个物理量 这两个方程是等价的 π定理它的意义就是把描述物理现象的方程当中变量的个数 减少了m个 使方程得以简化 用π定理来求解问题 它的具体的解题步骤有如下几步 一 列出物理方程 给出所有物理量的量钢 二 选量钢独立量 一般情况下 如果问题当中涉及到了low vd 那么我们常常选low vd为量钢独立量 三 对其余的物理量进行无量钢化 二 得到其他物理量的无量钢量 四 将各无量钢量组合得到无量钢方程 五 对无量钢方程进行整理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例题来说明这一解题步骤 不可压粘性流体 在粗钞管内做定长流动时 沿管道的压强降 德的P 与管道的长度 L 管道的内径 D 管道绝对粗钞度 EPS 流体的平均流数V 密度Low 和动力粘度 μ有关 是用派定理来确定 压强降 德的P的表达式 这道题 它是一个典型的不可压粘性流体 在管道内流动的问题 由于粘性流体 在B面处会发生粘性的摩擦水时 因此它的压强在流动的方向上是有所降低的 我们可以通过派定理来确定压强降的表达式 那么涉及到了这样的五个基本步骤 首先我们根据已知条件建立这一问题的有量钢方程 涉及到的物理量有 德的P μ L Y D V Low 一共有七个物理量 因此用锐力法是无法求解 那么我们通过派定理来求解这一物理方程 接下来建立各物理量的量钢 接下来选取LowVD为量钢独立量 并对其他的差数进行无量钢化 在这里我们选取压差 德特P和动力粘度μ为例 来说明如何对其他的物理材数进行无量钢化 首先看德特P 根据锐力法的假设 我们认为德特P等于D的A1次方 乘以V的B1次方 乘以Low的C1次方 这里的A1B1C1为带定指数 通过量钢一致性原理来确定 那么我们可以建立这样的一个量钢方程 量钢方程两侧 各基本量钢的指数应该相等 于是求解得到了指数A1B1和C1 将指数带入到压差的假定公式当中 就可以得到无量钢的压差 π德特P 它是等于德特P比上Low微方 同样的我们可以建立动力粘度μ的表达式 那么μ假设为D的A2次方 乘以V的B2次方 乘以Low的C2次方 将各物理量的量钢带入之后 得到量钢方程 然后根据量钢一致性原理 确定各带定指数 得到A2等于1 B2等于1 C2等于1 于是得到了无量钢的动力粘度 πμπμ等于μ比上LowdV 同样的方法 我们也可以得到管长L的无量钢量 πL B面出烧度 ε的无量钢量 πε的表达式 那么这样我们就得到了除了量钢独立量 Low微D之外的其他各物理量的无量钢量 那么我们将这些无量钢量带入到派定理当中 就可以得到一个无量钢方程 这是隐式形式的无量钢方程 将其中的德的π比上Low微方 提到函数之外 就可以得到显示形式的无量钢方程 下面我们要做的工作 如果是对这些无量钢方程加以整理 根据实验当中的结论 德特p比上Low微方 它是和L比D乘正比的 因此L比D它可以从函数当中提出来 得到德特p等于函数F乘以L比D乘以二分之一 Low微方 这里的函数F 它的质变量是雷诺数和相对粗糙度 一不函数比D 如果我们将这一函数定义为λ 即延绰损失系数 亚强降的表达式 可以写成德特p等于λ 乘以L比D乘以二分之一 Low微方 这一方程就是流体力学当中 非常著名的达西公式 这样我们就用派定理 确定了德特p的表达式 这节课我们介绍了量纲分析法中 派定理的基本思想 以及派定理的解题方法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